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,垃圾站来了一条流浪小狗,它在其他地方都无法找到食物。 垃圾堆里有人丢弃的剩饭剩菜,可以让它能暂时维持生命,但它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,真的能生存下去吗? 救助中心的工作人员接到求助电话,来到垃圾站寻找这条小狗,希望可以收留它,让它能生活在一个好的环境中。 小狗非常害怕人类,一看到有人靠近,小狗非常害怕,它躲在了垃圾车的下面,它并不知道,眼前的人类是来帮助自己的。 小狗害怕地叫着,它一直躺在里面不敢出来,要怎么样才能把它捉出来呢? 工作人员想到用食物来引诱它,它拿出来一根火腿肠,丢在小狗的面前,企图让它放弃戒心,慢慢走出来。 小狗并不为所动,待在垃圾车下面,用惊恐的眼神看着眼前的人类,工作人员只好将食物再靠近一点小狗。 小狗闻了闻火腿肠,它意识到这是可以吃的食物,但它忍着饥饿,并没有吃。